大家好 最近中央好像国家监察委 往武汉派了一个调查组 针对社会上反映的李文亮同志的相关事宜 派了一个调查组 我觉得真的是挂羊头卖狗肉 非常的可笑 我觉得就是可笑 为什么说觉得他可笑呢 其实他们心里边心知肚明 他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李文亮的事是他个人的事吗 对吧 而且他死了 还有那七个人呢 这是一个群体 抛开这个群体 有多少压制舆论 有多少颠倒黑白 有多少这个言论的禁区 对吧 所以他们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让人感觉非常的可笑 真的很可笑 现在说是谣言满天飞 有时候你在国内 就是微信里啊 或者什么其他聊天工具上 当你说出某一个事情 就有人说 你有根据吗 你说的靠谱吗 是啊 我说的是没根据 问题是 当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 当所有的媒体 当所有的传统媒体 电子媒体 纸质媒体 甚至包括互联网媒体 都不敢发出 哪怕是一丁点 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 那这个社会 那谣言 就是对社会 言论管制 就是堵你的嘴 是吧 封你的眼睛 不让你看 不让你听 不让你思考的 一个有意的补充啊 什么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最后全变成了 大道消息 哪有什么谣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 咱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举这个 2012年3月18日 令计划的儿子 令谷 出车祸的事 说实话 那个那件事完了 没一两天 我就知道了 但是 我不知道是谁出的事 就知道是一个官 官 中国人说的官 一个大官 这个 有的北京人管 这个 有一定级别的官 叫大脑袋 就是一个大脑袋 家里边的儿子 出事了 什么事 不知道 那段时间 你在 电脑上搜索 法拉利车祸 几个字 然后给你显示什么 根据法律法规的什么什么要求 您所搜索的内容 不显示 我想问问 这根据哪条法律 我搜索一个法拉利车祸 这五个字 就说违法了 或者说法律 就把这个东西保密了 就把这件事给遮盖住了 那时候呢 我跟这个新浪乐居的人在一块玩 新浪乐居 新浪乐居 他是我不是搞过业主维权吗 我是阻止过垃圾战 也筹备过业委会 然后甚至我还竞选过居委会 所以我们一批各小区的 可以说是社区积极分子 活动分子 或者叫维权积极分子 我们经常在一块聚 新浪有这么一个房地产的板块 他那会经费也比较充足 经常带着我们 有时候到顺义朝白河森林公园 带我们玩CS啊 玩那个在在那个树上爬来爬去的那种拓展呀 带着我们吃吃喝喝呀 组织各种活动 有时候还在外面住几天那样子 当时他们新浪乐居有这个 有这个叫什么论坛 我是其中一个分论坛的版主 这一个论坛就有一万多人 我是那个版主 所以当时我们跟那个新浪乐居的 一个华北大区的总监 那个小伙子也挺好 那个小伙子是吉林陶南的吧 陶是左边一个三点水 右边一个兆头的兆陶南 他是那的人 他还特意给我打电话来提醒我 他说哥哥 他说你关于那个事 别聊了别聊了 他说上头都给下命令了 但是过了两年多到14年的10月份 然后另计划就跨台了 就是在这个电视台宣布他违纪 给他什么双规之类的 事实上他可能被抓应该远远的早于这个时间 那么在他掌权的时候 在他是中办主任的时候 那么你要是说这件事 你说早了 你还犯法 说你是造谣传谣 那到底什么叫谣言啊 我觉得这个汉语言发展到今天 已经把人类的 对于文明的 对于语言的 对于词汇的这种正确的规范和定义 都给污染了 都给破坏了 是吧 所以他出事了 那么后来 当初大家传的感情是他儿子 在北四环这海淀区的宝福寺桥出事了 还有两个什么 这个一个叫卓马的 一个叫什么杨吉的叫什么 两个藏族的女孩子 据说一山不整 然后说是一辆法拉利 然后这个一个是活佛的女儿 一个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封锁消息 还调动中央警卫团 是吧 还让那些出现场的交警 消防队的人 包括媒体的 新京报的 北京晚报的 都让他们闭嘴 对吧 这个东西 如果你就是 我觉得真是中国 如果你把中国 把手机 把手机 把电脑 把汽车 把这些 现代的东西 都也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你给他拿走之后 那你今天的中国和200年以前的500年以前的1000年以前的中国 你区别在哪呢 甚至没有区别 甚至不但没区别 某些方面还退步了 清朝末年 是吧 已经民间办报 大家可以讨论 是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还是保皇的 还是什么的道路 鲁迅 在上海的报纸上 可以天天骂国民党 我们小时候的课本 说鲁迅什么 收到了国民党特务 寄信 恐吓信 里边放两颗子弹 那鲁迅怎么死的呀 鲁迅没坐过监狱 也没死在监狱里 鲁迅怎么死的 鲁迅是病死的 所以说实话 某种程度上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 是进步了 大家伙也都挣了点钱 是吧 也是部分人 但是我们就付出 多大代价呀 雾霾 土壤污染 食品污染 低下水污染 这都是断子绝孙的呀 子孙万代 还怎么在这片土地上 幸福的健康的 正常的生活呀 对吧 再说这贪官 是吧 这个独裁 有多严重 我看超过了民国时期 也超过了满清 不但没进步 和真正的世界主流的 真正的文明 我说的是真正的文明 而不是所谓的文明 琴棋书画 梅兰竹菊 是不是文明 唐诗诵词 诗词歌赋 是 但是 仅仅是文明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文明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恐惧的活着 都可以顶天立地的活着 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随随便便欺负另一个人 不管你是政府官员 你是警察 你还是国家领导人 只有这种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 你看看美国的川普 川普的车队过的时候 从一个地方公路上过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中年女性 骑个自行车 我们都看到那个图片了 冲这个川普 竖起中指 意思就是骂他 对吧 就骂你 可以啊 因为有一半的人是不支持川普的呀 支持希拉里的 台湾叫希拉蕊的 有一半啊 你可以表达呀 结果那个老板可能是个川粉 或者也是个马屁精吧 就把这个女员工给开除了 结果这个女员工 获得了好几万个公司的 工作机会的邀请 对吧 另外你如果你到了美国 你问问州长 你问问一个县长 你问一个市长镇长 如果你按中国人的逻辑说 谁官大 你是大官还是小官 你是局级还是处级 他根本就听不懂 对吧 人家每个州是自制的 你像中国 中国这个疫情 还有这个恶法 这个传染病防治法 这恶法 你看这周先旺 他也不想背锅 他说没得到授权 我不能发布消息 你是不能发布消息 你也没唯唯现行的法律 可是你的市民死了那么多 你难道无动于衷吗 对吧 清朝的正板桥正谢 山东违县的县令 违县的县令 今天的违方市 山东这发生旱灾 颗粒无收 他下令开仓 镇计灾民 对吧 三年大饥荒期间 所谓的自然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也有个别的干部 最后受到很大的惩罚 也是让老百姓能够活命 能够吃一口饱饭 但是没人性有多少 对吧 我那期节目跟大家说那五大酷吏 山东的疏童 安徽的曾锡胜 河南的吴知浦 陕西的张鸿良 四川的李景全 其实不限于他们 这五个人是比较突出的 更坏的 更恶的 是恶人里边的恶 挫子里边拔出来的将军 你在中国有多少坑 你今天没掉到广州 那个地面塌陷的坑里 你昨天在长江 十手将断 你没死在那 是吧 那么你今天 就在疫区里边 其实这个都不是偶然 有人说是中科院 武汉病毒所泄露的 有人说是什么 什么什么 说什么蝙蝠的 现在也有证据 说这件事 这里边有 这个病毒里边有SARS的病毒 有伊布拉的病毒 有这个艾滋病毒 还有什么病毒 那这些病毒都哪来的 伊布拉是非洲的 是吧 SARS是从广州发源的 艾滋病呢 艾滋病最初第一个 第一个病例是美国来的 有人说是人跟大猩猩 杂交 这些东西怎么都汇聚到武汉 是吧 你没法不让人 起人疑斗 不让人联想翩翩 对吗 如果是一个 媒体能够独立办报的 民间办报的 谁都能办报 只有你政府不能办 这个美国之音 VOA VOA 我据听说 据我的朋友跟我说 在美国国内 收音机 听不到美国之音 它是美国政府组建的 代表美国政府的 对外广播的 据说啊 当然我没得到验证 我也没在美国生活过 也没去过美国 据听说啊 我们只能说据听说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谣言 谣言产生的土壤是什么 首先是没有独立媒体 第二 谣言很多不是谣言 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言论自由万岁